生命纪第32章 这世代向他行事败坏 就不是他的儿女满有弊病 这实在是个乖僻弯曲的世代 愚昧无知的人民啊 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 他不是你的父 不是把你买回来的吗 他造了你 建立了你 你要回想古时的日子 思念历代以来的年月 问你的父亲 他必告诉你 问你的长者 他们必对你说 至高者把地业赐给列国的时候 把人类分开的时候 就照着以色列子孙的树木 立定了万民的境界 但耶和华的分 就是他的子民 他的产业就是雅各 也和华在旷野之地 遇见了他 在荒凉之地和野兽吼叫的荒野 遇见了他 就环绕他 看顾他 保护他 好像保护自己眼中的铜人一样 又像老鹰 搅动巢窝 飞翔在除鹰之上 山斩翅膀 揭取除鹰 背在自己的两翼之上 耶和华独自领导了他 并没有外族人的神与他同在 耶和华使他成价地的高处 得吃田间的土产 又使他从岩石中西密 从坚固的磐石中取油 也吃牛洛和羊乳 羊羔的脂肪 巴山的公牛和公山羊 以及上好的麦子 也喝了葡萄汁酿成的酒 但耶稣伦肥胖了就踢跳 你肥胖了 你粗壮了 你饱满了 他离弃了造他的神 轻看了救他的磐石 他们以外族人的神 激动了神的愤恨 以可赠之事 惹起了他的怒气 他们献祭给鬼魔 他们不是神 就是他们从来不认识的神 是近来新兴的 是你们的列祖所不惧怕的 你轻忽了生你的磐石 你忘记了禅你的神 因为他的儿女激怒了神 他们的愤恨 以愚昧的国民 惹动他们的怒气 因为在我的怒中 有火燃烧起来 烧到阴间的深处 把大地和地的出产 尽都吞灭 连山的根基也烧着了 我要把灾祸 夹在他们身上 把我的剑向他们射进 他们必因饥荒消瘦 被热病和毒症消灭 我也要打发野兽 用牙齿咬他们 和土中的蛇类 用毒液害他们 外有刀剑 内有惊恐 使人丧亡 使少男少女 婴孩和白发老人 尽都丧亡 我原想 我要把他们分散到各处 把他们的名号 都从人间除灭 但我惧怕仇人激动我 恐怕敌人误会了 又恐怕他们说 是我们的手高举了 并不是耶和华 做了这一切事 因为他们是缺乏计谋的国 他们心中没有见识 如果你们有智慧 就可以明白这事 认清自己将来的结局了 如果不是他们的磐石 把他们出卖了 如果不是耶和华 把他们交出来 一人怎能追赶一千人 二人怎能使万人逃跑呢 连我们的仇敌 也自己断定 他们的磐石 不像我们的磐石 因为他们的葡萄树 是索多玛的葡萄树 所出的 是俄摩拉的田地 所生的 他们的葡萄 是毒葡萄 每一挂 都是苦的 他们的酒 是大蛇的毒液 是毁蛇的剧毒 这不是主藏在我这里 封闭在我的宝库中吗 等到他们失足的时候 我要伸冤报应 因为他们遭遇灾难的日子 尽了 那预备要临到他们身上的事 必快快临到 耶和华要为自己的子民伸冤 为自己的仆人难过 因为耶和华 看见他们的能力已经消逝 为奴的或自由的 都没有剩下一人 他必说 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他们投靠的磐石在哪里呢 就是向来吃他们寄生脂肪的 喝他们奠祭之酒的神在哪里呢 让他们兴起来帮助你们吧 愿他们保护你们吧 现在你们要知道 只有我是那一位 除我以外 并没有别的神 我使人死 也使人活 我打伤 我也医治 没有人可以从我的手里 抢救出去 我向天举手 说 我活到永永远远 如果我磨亮了我的刀剑 如果我掌握了审判权 就必向我的仇敌深冤 必向恨我的人报应 我要使我的剑 饮血饮罪 就是被杀的人 和被掳的人的血 我的刀剑要吃肉 就是吃仇敌长法首领的肉 列国啊 你们当与耶和华的子民一同欢呼 因为他要生他仆人流血的冤 他要向他的仇人报复 他要救赎他的地和他的子民 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前来 把这首诗歌的一切话 都说给人民听 摩西向以色列众人 说完了这一切话 就对他们说 我今日警告你们的一切话 你们都要放在心上 好吩咐你们的子孙 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因为这不是空洞 与你们无关重要的事 而是你们的生命 借着这事 你们在过约旦河去德维耶的地上 才可以日子长久 就在那一天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上这亚巴林山去 就是尼泊山 在耶利哥对面的摩押地 观看我赐给以色列人 为业的加南地 你必死在你登上的山上 归到你的族人那里去 像你的哥哥亚伦 死在荷尔山上 归到他的族人那里去一样 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 在加迪斯米利巴水边 在以色列人中间悖逆我 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尊我为圣 我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你可以从对面观看 却不得进去